完成二元到一元的转化就是开悟 二元充实了大量的对立关系 由于对立关系的存在 人的思维就快速的发展了起来 思维对应的就是对立面 这就是自我 自我建立的最初 并不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存在感 而是由于对立面的认知 人类对对立面认知能力越是增强 对立面的反面就形成了自我 也就是说自我并不是人类主动建立起来的 而是由于对立面认知之后 自然形成的另一面 于是消除到对立面的认同感 也就消除掉了自我 当我们不再认同另一面的时候 这一面也会随着另一面的消除而消除 也就是说对立面与我们自己是一样在变化 对立面成长自我就成长 对立面消除自我就消除 所以二元世界的确是虚幻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 都会因为一面的消除而消除 也就是说我是国在的本质内涵 这就是我是国在本质内涵 当我不存在了对立面也不存在了 当人类不存在了宇宙也不存在了 我们看到的一切铸就了我们的自我 我们的自我又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我们内心的一切矛盾都会与宇宙相对应 那么这个宇宙首先指的是二元这个宇宙 就我们看到的宇宙 宇宙有很多次元 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就是二元的 其实这一段说的就是跟修行有关了 他前一个讲的是二元世界的构成 第二个讲的就是自我构成 这自我怎么产生的 这自我 所以呢他说二元到一元的转换就叫开悟 什么意思啊 就是二元所有的前面讲的这二元的特征 运动的矛盾的 嗯 还有包括这个呃能量消耗啊 这都是二元特征 那么当你你了解了之后 二元的所有特征消除掉了 你就转化到一元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前面讲了 你不是靠你自己改变的 你先看到规律并且顺从他规律 这时候让这个宇宙量推动就完成 这是这样才能完成的 那么他这段里剩下讲的 叫二元充斥了大量的对立关系 大量 二元本来就是对立关系的 我这个世界一诞生 你看这人都一对一对的 人呐都是一对一对一对的 什么生命植物动物都是这样的 他都是有一个什么熊雌雄 都有都是一面 他有另一面是不了解的因子 他必须找另一面大对 剩下的问题就是 我们看到的很多事物都很 很长的生命了 你比如高山大河什么 都存在几亿年 他生命周期长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他大对 就是他大对你看不见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 短短时间的生命是有 他延续的方式就是繁殖嘛 你就活几十年几百年 你怎么去保持这种生命的存在呢 最后就繁殖 但你说如果这个生命存在好几亿年 他还有繁殖吗 他用不上下一代 他自己就够长的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没法感知到 一年的生命是否有繁殖啊 存在这个地壳变迁问题嘛 这个山啊通过地壳变迁 有的山就变平原 甚至盆地了 有的地方又吐起山了 你能确定是哪个山生哪个山 这是人类认知慢慢了解的啊 我们可以不考虑那个 因为他跟我们修行原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种对应关系 就是所有这个世界全是对应的 我们由于对应关系 思想才发展起来的 就我们脑子的想法是由于外面 实际有刺激点了 所以你看他孩子教育啊 刚出生的孩子 都能各种生来刺激他 我们中国人养孩子经常说 可别吓着孩子之类 其实在西方不是 西方越刺激越好 为啥能刺激他的想法反应快呀 安静的反应 不养成傻子了吗 其实人类没少做这种事业 典型的比如狼孩 就是这孩子被狼给抚养大了 由于他这个狼群 他外在的生活比较简单 他出狼自然环境 没有这个人类世界这么复杂 不是孩子傻不拉的 后期再想补 想提升他的思维智力 提不上来 而且有很多人类 也做过这样的实验 很多次这样的实验 你上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 只不就是 我们不大可能把一个孩子 把一群孩子弄了什么 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那种 灌一小屋里头特简单的 这种环境 你这样反人类了 但是很多科学家有现身精神 有的科学家就把自己孩子弄半年 一年或者几个月 来一个这个实验 后果都很惨痛 就是这个结果都是这孩子 从思维各种角度上 都会受一生的影响 大家查一下就知道了 当然还有呢 另一种叫自然状态中的隔绝状态 就是这孩子从小就生活的 某种环境中 这个环境本身就信息比较封闭 这孩子就反应慢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你在小城到大城市 繁华程度不同 小城反应就慢 这个反应慢指什么反应慢 思维的丰富度 就慢 一定把这个搞懂了 思维的丰富度指的就是 人不一定是 人不一定啊 等于他笨拙 说这个小城市人就笨拙 你小城市里的关系复杂 人都贼精贼精的 但是有一条是有差异的 差异在哪呢 就是大我们小城市都大城市 我当年就是我一到北京 我去这大城市 我各种不了解 不了解什么呢 就是他各种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事物没见过 就不了解他的规则 然后就觉得自己傻乎乎的 我曾经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在北京那个 那时候啊 几十年前了 北京市路口经常有警察呢 有警察楼子 那警察就喇叭里喊 怎么喊呢 说那个说那个 红绿灯前那个农民兄弟 你别着急走 等一会再过去 他就能一眼就能把这个人能看出来 农民兄弟为何能笨呢 包括前一些年也有这样的情况 说这个北京啊都是过马路 都是护兰 都有护兰阁的 他说地下通道 我估计天销 这歪地来的就 那地方正好有地下通道 他就不知道通道口在呢 他也不懂地下通道能过 他思维里头在农村 那不就是走过去 那又过不去 急得要命了 不行了就翻栏杆 翻栏杆就被奈尼养的车流 翻栏杆就警察就过去看 就给他叫回来 就这种情况 你如果我们的思维 其实由于对立面刺激出来的 因此呢思维有两种模式啊 一种模式呢 就是我们的 对环境的适应度 那这个环境就是环境一突变 我们的适应能力都会减弱的 那就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你熟悉了不就增加思维了吗 因此对立关系的本身 不单是这个规律 对这个对立关系的本身 只要一丰富 我们思维就会反应快 那么好 小城市或者是 单独生活的人 他的思维能力会弱吗 也不是 你比如说说这个 普遍性的女人 比男人的思维反应要快 原理是在哪 女人 讲近距离关系 你周围几十个朋友 一堆什么亲人 天天互动啊 他每个人都不同 他思想又不断的在变化中 但是他的变化单调 都对一个类型 就相当于说 你接触的 人全是熟悉的人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他也在刺激你的思维反应 但是你的思维是一个方向的 就是人际关系 因此我们讲 思维有两种层面 一个层面是广度 另一个层面叫深度 那么我们讲胸怀眼界的时候 一个讲深度 一个讲广度 就说你这个 所以这里头的问题就是 近距离关系的时候 人 人与人间关系都特别复杂 所以你看这个中国人 由于人口也多 然后人和人之间 中国的古典文化 讲亲情关系 讲距离关系 就集中 集中 集中 一块凑 这种集中关系的后果 就造成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复杂 那中国人就都反可快了 贼心贼心的 但是有短视 没有眼界 胸怀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老看眼前利益 就是由于近距离关系造成的 那么 这就如同小城到大城之间 你到大城之后了 你见到许许多多不了解的事物 你去了解规则 这个时候 你要服从于这些规则 思维就变成了两个点 为什么讲这种 跟修行是有关系的 自我思维 我们用自我 干掉自我 这是修行的过程 这自我怎么建立起来的 你两种模式里头 一个是 把你的思维在细节上建立起来 第二是把你的思维在广度上建立起来 细节建立起来的思维 就是人际关系 它跟修行正好反过去 把你完全困到这个世界 但是思维的广度可不同 就是看规则 这就如同说 一个小城到大城市 一个农村到城里 这个城里面 是通过地下通道过马路的 其实就是个规则 他只要知道一次 他下次就会了 但是他怎么能知道 他就必须观察 熟悉 了解 学习 因此这个过程 其实他是在了解规则的过程 而且这个规则 与他在他生活的那个环境里 是完全没有的 那这个就意味着叫 全新的规则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喜欢这样的 事啊 比如说什么旅游啊 什么都接触全新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 无论接触多新的东西 都把它拉近 变成 就是近距离的思维关系 后果是什么 就是你的思维变得 非常丰富 但是非常障碍 这一段里头 其实这是我给大家解释的 这一段里头 首先一个 他给大家说的是思维的建立 你的思想怎么建立起来 思想就叫自我 大家一定要记着 这就是自我 自我怎么建立起来的 由于对立面 也就是你自我怎么强大的呢 就是由于对立面 什么是对立面 所以这里头 为什么叫宇宙信息呢 就是比如我要给大家讲 我都叫刺激点 为什么 我是以 我是人类的角度 那我的外面 就这个世界 那不都是各种刺激点吗 什么婚姻也是刺激我的 其他人说话 声音色彩 都是刺激我的呀 对我来讲 外面那就叫刺激点 但是他这个信息 是一 另一围的角度 说我们整个这个 世界的存在 他就是对立观 他认为就是一对嘛 你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刺激你 另一个就叫对立面 就对立关系 因此呢 事物之间 这就叫现实 与我们自身 我们跟现实之间 形成了对立关系 外在的这个事物越丰富 我们思想就越丰富 那你说好 如果把一个人关到 完全封闭的 没有声音 没有图像 一个密闭的空间 它会形成斯文吗 一定也会形成的 它只是单调 就如同说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 但绝不是一个 有一个没有的差别 为什么 这点很重要 大家听了 是你的身体 也是对立面 就是思维 跟身体 不是一家 身体是对这个 外在事物的探测器 它是依然叫现实 自我是完全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 自我不存在啊 它就思想 它是没有物理性 思想念头之类的 它不存在物理性 就没有什么具体 你说思想在哪出来的 说大脑里 大脑哪个地方 哪个部位 我们不知道 对吧 因此思想本身 只要你肉体在 你的身体就会有感觉 你就会有饿呀 温饱的感觉 你思维就会发展起来 是不是就比较单一 所以这里头的问题就在于 思维的复杂性 就在于你不仅饿 你还想吃这个吃那 那么思维就复杂 那脑子简单的 那就饿了 饿了吃东西 只要饱了就行了 所以一定把这个搞清楚 所以人类的思维的 快速发展 发展的原因 其实就是对立面多了 对立面既包含宽度广度 又包含深度 啥都有 不单是各种食物 而且还有品质 还有各种味觉 因此你生活越细致 腰确越高 你自我就越强大 这是基本原理 所以你看这个大龄未婚 为什么 大龄未婚 他没法已婚 他就是自我强大 为什么强大 毛多事多 那为什么这样啊 我们现在社会太发达了 对立面太多 生下来各种教育 各种环境 这个世界所谓富足 就不是简单了 提供了太多刺激的东西 这个东西刺激多了之后了 思维发展的快 所以孩子都早熟 就是身体没长成的 脑子跟大人跟人精子似的 然后呢 自我就变得跟思维一样 他就变强大了 自我强大啥意思啊 就自我的最大特征 就是跳毛边 事多了呀 欲望啊 他这个自我一强大之后 他到一定年龄之后 这自我强大到 他跟谁都不容 或是荣有冲突 他可不就没法找对象吧 一找对象的各种 挑毛边各种事儿 与人没法相处 就这意思 然后呢 自我在建立最初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存在感 而是由于对立面的认知 就是你有对立面刺激 我就都有判断 这点啊 在医学上是可以解除的 就是你的思想怎么形成的 因为外面有声 有声光图像 你脑子就会有反应 有反应 通过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 大脑就会 有各种记忆和反应 那这个时候思想 就会有 思维就建立起来了 就这意思 那么人类对对立面的认知能力 越是增强 对立面的反面就形成了自我 就是你 就外面了 越刺激 你思维就越强 那还有一种 人类有一种东西 就是弱智嘛 其实就是 他弱智的原因 就是他的神经传导系统 出问题 或者还有一种残疾也是 你比如说你眼睛就没有视觉了 你外界图像对你就没有刺激 这时候思维在这个点上就盲区 就是这样的 那 还有一种就是我的身体感官都正常 但我神经反应慢 你比如说那个 有很多孩子 生下了神经反应慢 就等于同样一个刺激点 他通过神经反应 传到大脑的时候 弱了很多 他就傻了 笨拙嘛 就原理上就是这个原理啊 就是他 人类对对立面的认知能力啊 反变形成自我 那但是他形成的过程之中呢 他如果对立面没那么强 他自我就没那么强 思维就没那么强 就这意思 所以这个自我本身不是人类主动建立的 啥意思 你既然不是你主动建立的 你想主动消除的 你消除的这样吗 你说行啊 那我就减少对立面刺激 问题是你已经长大了 不是弱小了 你在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 我们已经变得复杂了 我们已经各种各样的外面的对立面刺激出来了 这次我已经成长起来了 然后你通过再减少 就装糊涂想过去 依然就逃避了 说那我简单生活没有用 那还有一种情况 那我就一直简单着啊 从小我把它放到一个简单的环境 这孩子就没有那么强的自我思维 是不是就更容易开悟呢 开悟不是 修行开悟不是这方向 简单人会快乐一点 没那么痛苦 但是问题就是正因为你 对立面多刺激感强 然后你自我强大了 你才遇到痛苦 因为有痛苦 你才想到修行呢 想快点解决这痛苦啊 如果你傻白甜 一天傻呵呵的乐呵的 你会想到修行吗 有这样的情况 你比如说 女孩子从小就被娇生惯养 大了找个老公 对他就特别疼爱 或者有孩子或者没孩子 其实有了孩子 他也不太管 这种特征往往都是 到一定年龄 还特别幼稚单纯 而且还长得年轻漂亮 他这种情况不等于 他没有痛苦感 不等于没有痛苦 但是相对会稍稍少少一点 轻一点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 生命的运行的秩序和规则 什么青春期更年期 他到一定年了 他会呈现一个状态的 好 那么因此再往下啊 这个再往下 我给大家解释 这既然自我不是人类主动建立 他就是对立面认之后 自然形成的 这不是二元世界吗 有一面就有另一面 这自我跟外在世界是对应的 能听大家清楚吗 就是我们内在叫思想 外在是世界 包括身体 以及这个整个物质化的部分 跟思想 它是两个对立关系 因此这个思想就对所有 包括身体 包括整个世界 形成记忆 形成认知 形成判断 他俩之间是同步的 那换句话 就是这时候就讲修行了 我说这个 往下啊 就是消除对立面的认同感 也就是消除了自我 就是你对对立面不认同了 你认他 就被吸引他 什么意思啊 你外面有多少个对立面 就外在有多少个事物刺激你 你内在的自我 也会有多少跟他一致对应的 如果你在一农村 由于你外面的事儿少 人也少 刺激的事儿少 你内在对应的也少 他俩之间是对着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们所有的刺激的东西 因为跟自我都对的 那就牵扯到 如果我们自我不认同外面那个 就等于自我弱化了 或者外面的没有了 自我就弱化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认同啊 大家还记着我们前面讲那个 就这个世界存在 就最开始前面讲的 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 我们把这个世界 首先是 当成一个真实的 就我们生活在二元世界 我们把它当真的 然后其他世界就当梦了 梦里梦外 就这么出来的 我们把它当真的时候 外面有刺激 你不可能装糊涂 只不就是我们的确会区分出远近来 有的是跟你有关 有的是没关 没关的你就不认自我中 自我就不会对这个点上投射 大家听清楚了 我在我举个例子说吧 你比如说这个 你在一条街上走 如果你现在肚子饿的时候 你就很关注这条街上的饭店 餐厅 你可能就其他的店铺就不太注意 甚至由于你可能看手机 这条街是啥店铺 你都不知道 那这时候这些店铺 会刺激你什么感受吗 不会 你就正常状态了 但是如果 你 你饿了 突然看到一个饭店了 或者你找不到饭店了 你都会提起你的反应来 这就叫对应点 这个自我就是被外在这些事物刺激的 对应点 那么如果外面这个刺激点刺激不出你的反应来 那不等于自我消除吗 但是你做不到 所以这个佛教里的打坐的原理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出来的 你就是外在有任何事物刺激我 我都收心 我静心 我把我注意力收回来 那你刺激不了我 我内心就安静了 其实你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你人是活着的 你这种状态有孤怒感 还有你的生活 因此你一动起来之后了 你怎么可能外面没刺激点 你不能把自己装成傻子吧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形容开悟 其实我觉得那不叫开悟 那就是傻子 傻乐 傻风 一天傻呵呵 高兴 那怎么可能啊 你 我们只要身体还在这个世界 这个就会对这个世界形成感知能力 然后就你可能不关注这个 也不等于不关注那个 如果你说我都不关注 你饿的时候怎么办 你身体就已经有感受了 然后你就会对食物产生刺激点啊 那自我它能够存在吗 那你说可能那你修行最后结果开悟就是不吃东西了 或者对食物没反应吗 修行永远不是要去掉某种功能 是了解它的运行规律 我这一再说这个东西啊 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点上明白 就是 我们 我们在 这个 这个自我的消除 因为他这段里头 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这个自我消除 说对立面消除了 自我就消除了 那你对立面成长了 自我就成长了 什么叫对立面 就你特别把对立面当回事 他老刺激你反应 那然后呢 然后就 你像佛教修行 就说那我把对立面去掉 我自我消除了 不是这么去的 你因为他不是你主动建立起来的 但是的确在这个点大家不好理解 我们二元思维就是这样 你看对立面刺激我 你看你这话就说的 对立面成长 自我成长 对立面消除 自我消除 好 有婚姻 我离婚 有孩子我不要了 有钱我不要 我什么都丢了 我自我不就消除了吗 这就是出家 当和尚的原因 他那套理论就怎么来的 但不是的 因为所有这一切不是建立 它是自发的 自然形成 而且你多不到这点 你去妙妙里 这也有人呢 又有关系 你说我到深山老林 你身体还在呢 你切记啊 这个对立面是 身体也是对立面之一 你跑不掉的 你走到哪都带着呢 你除 也的确是原理上 就是如果有一天 你把这个全跑掉就行 你跑不掉 因此这里头 有另一个消除特征 了解规律 所以这个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我说我这个开悟过程中啊 208次自我崩溃 其实自208次自我崩溃 就是208次对立面的消除 怎么消除的 你为什么叫对立面 你当真的 你认真的 你觉得是个事啊 你想生活中 你不觉得是个事 他会刺激你难受吗 你出门看到远处 两人打架 你都不认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如果打架的是你的孩子 或你的爱人打架 你看你着不着急 所以这里头的问题就是 跟你有关 你把它当真 你说那好 那我就不把他当真 你别骗自己啊 他就是有关的 所以不能走到 那个佛教里的那一套里头 就是我有关当没关 我就接纳放下 那就逃避 理论上好像听着对 你做不到 就如同我说那个 我那朋友的爱人 说这孩子不听话 那我不管你了 你做得到吗 理想和现实永远有差别 你你在带着那孩子 还有他跟你有学员关系 而你还你还已经形成惯性了 你是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说他有什么用啊 然后呢 然后你就开始 那我就要练做到 然后呢 违背自己的本性 这就是自我特点 老想干一些自己决定能做的事 而不是顺从 然后我就怎么能够断除情感 有一天我 即使我孩子跟人打架 我也内心不动 我不动了 我就对立面消除了 我的 我的内 这个字我就不跟他有反应了 不然对立面一碰我 跟着着急上火 那我就不白修了吗 这字我很强大 我要弱他 我把对立面一个个消除 我不就在开悟的路上了吗 这就又掉陷阱里了 其实对立面的消除特征 是你明白一条 什么一条呢 我往下念这句很重要 怎么说的呢 是这样说 二元世界的确是虚幻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 都会因为一面的消除而消除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需要大家修行验证的 而是我经历过的 我那208次绝不是我自己跟自己作战 完了比如说什么周围亲人跟人打架 我装糊涂不知道 然后心里平和 我就自我崩溃了 不是这东西是我们没我们的核心信念 是没看懂各种什么爱呀 亲情啊关联哪各种事 你为什么啊 那俩人打架 你就不认识的人打架 你没反应啊 你儿子跟人打架 你亲人跟人打架 你就急了 这时候是不是要拆一拆 你跟那俩人为什么不急 这是亲情关系啊 这一亲戚好了 那就拆开依赖关系吧 依赖关系的核心是什么 你拆到最后 一定又回到这个点上 爱爱后面控制欲啊 前面讲了 控制欲啊 这个世界是集中 集中全是控制和依赖 那那个俩人打架 为什么不着急 你离你远啊 没有控制欲啊 那你你跟他俩再认识 熟悉一下 然后呢相处产生控制欲 他俩再打你就急了 因此核心的问题不在 就是吸引力法则 就是不在于有没有亲情关系 是在于控制欲 这个跟你有关是因为你有控制欲 跟你有关是因为你在控制 而那打架就意味着 要失控你这自我想管一管 怕失控的事物 就总结到这就行了 你说那这以后 我再看到那个亲人 大家就不担心了 不是还依然还该怎么反应 又怎么反应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条 你就是看到对面 就会有自我反应 自我就是不是你主动的 它自然成长的 不要做任何改变 但是你总结了 你发现了 自我的另一个真实的德政 他为什么有这反应 控制欲 你把自我给看清楚一面 就是这个时候再要打架 你就很清楚 这个原因就是控制欲造成的 什么爱呀 什么我为了责任 说我一看着亲人打架 我要过去 不管用什么拦架阻拦 我代表正义 我代表慈爱慈悲 代表无私 代表责任都不是了 你是控制欲 那控制的原因呢 你自己要寻找依赖 为什么找依赖 没有依赖 你孤独 你全是为了自己的 你没有那个为别人的爱 你自己崩不崩溃 我告诉大家 两百零八次 全是这么结的 这就是修行的方式 你要听不懂 你们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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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采用的方式 就是我说那个 直接消除对立面 而不是说 这个世界是假的 怎么假的 你为什么当真 是因为你的自我认为的 所有认知 其实都是错的 所以他才会把这世界当真的 如果你所有 你认为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关系 你能嘴里随便说出一句话 其实最后都是否定的结果 会什么结果 这世界就是假的 但是这个否定的结果 出来之后不等于 马上这世界在你眼前崩塌 是要把全部 所有你自我里头的 认知的东西 全都发现是假的 这世界就崩了 我经历了五年 两百零八次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都崩不了 为啥 这自我只要存在 他认为一切都是假的 我自我是真的 我要开悟 开悟我就牛了 然后呢 他也是假的 被干掉了吗 有一天自我自己发现是假的 他跑了 他被干掉之后 一切都不存在了 才叫开悟呢 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认清了 一切一切一切都是假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就是我们要干的 但是最后一下 自我是不是假的 那不是我们能干得了的 就我老在说 我说你往脚底挖 最后你总有一条图 你挖你脚底的图 你怎么挖呀 总有挖不着的地方 那是宇宙力量推动的 那但是这里头我们讲的就是 既然是虚假的 那你怎么能知道呢 尝试啊 每个人生活经历 你们所有的痛苦 原本都是已经给你们答案了 你们不知道而已 比如说 朋友就是互相帮助 这个社会要讲义气啊 因为互相你帮我帮你 那我告诉你 当你事业失败 或者你遇到某种失败 你发现什么关系都没有用 觉得就是最后 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靠自己 到那时候你跟谁什么 借钱 没人借 你哪怕你帮别人多少人 到那关键的时候 几乎都没人帮你 即使有帮你的 还你的 就是你帮过别人 没有还 你都是有限的还 核心的问题是 只要你遇到失败 你会发现 只有靠你自己才能过得来 甚至我们 比如男人要遇到事业失败的时候 你其实是朋友啊 连婚姻都稳定不了 婚姻所有的 到最后会发现 这夫妻之间也是利益 我们真正痛苦的原因 就是在于 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事 跟我脑子的想法不一样 你那个脑子想法不管是哪来的 是你的感受 还是所受的教育 或者你的某一个短时间的经历 不管是什么 但是你在现实中被挫败了 你就有痛苦感 这个痛苦的原因 其实修行是要看到痛苦是假象 痛苦假象的原因是因为你脑子里认错了 那个事儿真正产生痛苦的原因 是由于你认为 应该那样的 我怎么遇到不公平了 其实你遇到那个不是公平 那才叫真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控制 你能倒回来 但是我们往往得的决论 就是这个世界 坏人太多 然后这反正是什么 因果报应说了一大堆 最后都是在怨对立面 那你 把对立面当好人 当亲情关系 你会去靠近他 你把他当敌人 也等于靠近他 他永远是个对立面 敌人一样刺激你 无非就是亲人刺激你 怜悯之心 什么慈爱 敌人刺激你愤怒 没差别 正五复五没差别 所以在这个点上大家记得 我这个说的很有意思 你慢慢理解就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是 这就是我思古我在的意思 就是你这两面消除 你得用这种方式来 说当我们不存在了 对立面不存在了 当人 人类 就你不存在 宇宙也不存在了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 你自我存在 你看到的 当自我真的有一天 彻底消除 叫二元消除 你会发现整个宇宙都是假的 我们这个宇宙是假的 很坚实的土地 这个宇宙存在物质状态 星球之间的距离 其实全是假的 那你说怎么是假的 因为时间空间都是假的 我后面回答一下 没有时间空间 整个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那你在一元状态 在看这世界就是 但是你说那如果是假的 你给我穿个墙 我说的假的是 连我的肉体都是假的 我的肉体是假的 我看到楼也是假的 但是肉体跟楼之间 他俩之间是一样的 他当然穿不过去了 但是很有意思啊 那我说这个道理 你要是上佛教里头去找 都能找到原理啊 因为他都会讲这道理 只是他们用的修行方式 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佛教徒 最后佛教不是培养了 不是培养了开悟者 是培养了一堆佛教徒 两回事 所以这个世界 为什么开悟的人少的原因 不是什么宇宙眷顾 什么机缘 就是方向不对嘛 我们看到的一切 铸就了我们的自我 我们的自我又造成了 这个世界的存在 你能想想吗 你看那楼怎么存在 不是这个楼 不都是人类盖起来的吗 如果人类没有文化 没有思想 没有强大的 那还有原始社会的时候 那不就遍地森林 那人顶多弄个石头 弄个棍子之类的 世界有那么丰富吗 但是这个东西 一定前提是 那我们要回到以前过去 别直接下结论 说的就是相互助就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自我不强大 你会有那么痛苦吗 如果你没那么痛苦 你会想到开悟这事吗 第二个 这个世界就说明了 我前面讲的人 为什么要创造 这就是自我的欲望指向嘛 你想追求成就 然后就总是另辟蹊性 然后这世界创造的无比丰富 然后人类就为了获得成就感 为了欲望 为了这个就不断的 什么数学物理化学 科学 哲学 宗教 发明太多东西了 但是你发明的越多 新代生的人类就被这个世界 一下就给摁住 一下就给迷住了 他的自我就更强大 然后因此他说明了一个社会现象啊 社会越繁荣 自我越强大 自我越强大 欲望越强大 自我的特征的另一个东西 恐惧孤独也越强烈 所以呢 这会就能对上了吧 社会越繁荣 抑郁症越多 精神类疾病会大爆发 社会越繁荣 人自每一个人的内在的孤独和恐惧感 越强烈 就这个原因 你看这一句话 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呀 就是我们铸就了 这个铸就了我们的自我 这个世界啊 对立面铸就我们的自我 我们自我又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它互相造就的 没有人类 那这个世界会是这个样子 那回头我们再想想 野生动物呢 咱不说人类 咱说野生动物 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 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生态链 你把任何一个生物灭绝了 都会造成这个生态链的变化 那如果你把所有动物去了 你看这个自然界会成什么样 如果把一些植物再去了 自然界会成什么样 也就是说 互相铸就的嘛 就是你越丰富越丰富 互相你造就我 我造就你 植物动物人类 还有包括建筑 互相之间的造就 搞得就越来越复杂 越复杂 越痛苦 越混乱 但是你说会还原吗 这个二元世界后面会讲啊 它到一个边界 它就会反过来 往回跑 你比如说人类也是 社会反映到一定程度 一定什么金融危机 战争就会出 出完之后的结果是啥 打回去呗 你反映到一定程度 自我强大 精神疾病丰富 然后就开始战争 战争死亡 人类又回到 你说是摧毁 也不是你人类战争多了 一战二战不都是吗 打完人就都踏实了 为什么呢 你战争结束了 通货膨胀也就都还原了 重新开始 然后人类也会变得简单的多 社会不繁荣了 重新下一轮 几十年一轮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内心的一切矛盾 都会与宇宙向对应 内心矛盾 其实这里头就 这句话说的就是 我们内心 什么叫内心 就是内自我 你别以为内心是什么灵魂 就是自我 我们讲的心 真我加我 什么灵魂 你说的一切都叫自我 就是自我 你能感受到的一切都叫自我 就是自我 有没有灵魂 有 你不知道 你把自我消除掉才能知道 那这个自我本身 也就是说你的 什么是自我 就是你脑子思想 我们只能先这么认定 其实脑子思想里有一类不是 你比如说你某种灵感的时候就不是 包括我收这信息 包括我写作的时候 修行中这种 都是在头脑中呈现的 但是呈现的过程中 你要没有修行的时候 去了灵感 剩下全是你的自我 偶尔的 那你这灵感有多少 这一倍的加起来没几下 几十秒 那几分钟 对吧 那我们要把它扩大成持久永恒出现 那个灵感就是一元世界信息 叫现实 你一定记得 那么所以呢 这里头 我们的思想跟外在适应 世界是相对应的 那么然后你外在事物消除一个 我们思想中就消除一个 但是思想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不是什么对应 是我们的思想怎么呈现 叫信念 我之前写过几本书 包括什么超越生命力量 包括梦境 这叫什么 名字我都忘了 就猛然一下 就就反正就是之前大家在我书里找 反正每一本书里头 都是这类的内容 都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 都是在讲我们思想跟现实 这样对应关系 但是他一定讲思想内在的原理 没那么简单 说那我思想既然对应 我消除外面一个我减少一个或者我让我 我直接对我的思想让我思想中无分别心无念 完了就没事了 你两头都没有用 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 它自然就有 而且你身体本身有反应 你思想就会产生 它就有对应关系 逃不掉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因为思想本身 我们头脑中的各种念头是通过信念 也就是你相信 这个世界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你相信真的 所以有一句 有一句话叫辞地无音三百两 你相信他是小偷 你怎么看他多像 你要说他是好人 怎么看多像 这是信念 所以这个世界 这有好坏吗 是你取决于你用哪种信念来看 但是你说那这不就是改变的目的吗 我要有正面我要做好人 我跟你说了吗 好和坏之间没差别 它跟开悟没关系 你只是选择群体不同 我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去了 那只是我的信念 我从鹰派到鸽派了 是你的个性 或者你的某种人生的什么状态的变化决定的 或者我要依赖要独立 都是何西文不在这 你不想开悟吗 想修行吗 修行指向的是开悟 不是你短暂的舒服 你换个东西就是舒服 你在家里头 你换别人家 换个女人 换个地方 陌生环境你就快好得多 但是很快你会厌烦的 所以修行的目的是在永恒的一种状态 那这个永恒的状态你要了解 你脑子中思想产生是由于你相信 相信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角度 那你这个相信怎么来的 一类是你的本性决定的 你是男人或女人 他就天然带着一个角度呢 以女人角度看男人 以女人角度看世界 你跑不掉了 这个角度 生下来就有 这本性 第二个后期还有教育 这两个部分就形成了你的信念 这个信念就 也叫认知 也叫世界观 那你后期认知是可以改的 但你的性格本性是改不掉的 因此这就意味着你个人努力 你只能一点点信念改掉 而且改完之后都涉及到不是短暂的吗 完了你很快又回去了 因此你看到坏人永远是坏人 你怎么开导自己 你看他依然是坏人 你最后唯一逼着自己只能装糊涂 没有用 这是你的角度决定的 所以你看婚姻中 夫妻吵完结果有冲突了 你问女人 其实所有的女人对男人的看法都差不多 但你问男人 所有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差不多 原因不是谁对错了 是他各自在的角度不一样 那很显然你这种改变是没有用的 那你这修行怎么解决 了解信念 了解信念 修行的核心问题是要拆解这些信念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要了解自然规则 了解规则的运行 因此就是你要用你的信念 跟外在的对立面 就跟外面这个事 互相比 互相比对 比对比对来比对去 找到他中间的规律 那这个规律无限 我这前面写了几千几千篇短文 写了十几本书 都快上千万字了 几百万字吧 全写这东西的 那不是给你们看的 那是我自己的修行过程中 就是拆写过程写下来的 那这个写法 自我解析啊 包括以前写的书里都给大家介绍 那是需要大家慢慢去总结 你像我没人老是没老是教我 没人告诉我 我自己也会那么 我以自己都能做得通了 所以你何况你还听我讲了这些东西呢 对吧 那么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 我在这已经说到根上了 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你在这个点上 你要理解不了 我就希望你多听几遍去理解 也就是说 好 我总结一下这段啊 那么其实这一段里头 是我们整个第二章节的最后一个部分 那个不是 我们整个这个章节的这个第二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讲的就是二元十节 第三个部分 讲的就是这个修行过程中啊 你这个自我是怎么形成的 嗯 形成的部分呢 这个自我形成的过程呢 原理就是对立面的关系 我们消除对立面了 就消除自我了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自我是自然形成的 因此你消除不掉啊 你就别想那个短时的事 但是长时间是不稳定的 你消除不掉 因此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得认清楚 你自我信念是假的才行 嗯 原理就是这样的 因此这一段里头 他说的核心叫 我思故我在啊 我思故我在就是你 你你这个世界真的假的 因为有对应关系 你看透了 对面 嗯 这面就看清楚了 啊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这节的内容